主席等一下要哪一個食材呢 好 我們今天用的是雞胸肉 雞胸肉 雞胸肉 對 我們來看一看 好像不太一樣 你這個雞胸跟人家不太一樣 是 這個雞胸肉 被我在菜市場的時候 被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今天買這樣子一塊 帶皮 帶肉 帶骨 60塊 那如果加一 如果我純粹去買一片雞胸肉 也是60塊 什麼 所以如果這樣子買的話 骨頭不要錢 對 那我們看要怎麼分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我們看老闆怎麼分 老闆 是 請幫我把皮拿下來 好 你就這樣皮把它撕起來 你們看到 不要把它撞掉 沒有…所以不要撞掉 老闆你不把我撞掉 我要撞掉 你就把老闆說 你把東西拆分掉 你現在就是老闆 對… 拆分毛子 油也要撞掉 油我就不會了 油… 油就這樣 哇… 不然你把老闆… 這好像可以做雞油飯 你跟老闆說的時候 不要一直交代他 他會覺得你很煩 這樣子 你會覺得你是奧客 這樣子 這樣老闆幫我把皮分開 肉分開 然後全部幫我包起來 對啊 那皮我要做雞油飯 好 來… 好 來… 其實媽媽你在家裡 不管說買豬肉、買雞肉 這個部分你在菜市場買的 你就交代… 這真的要麻煩老闆 老闆你那麼帥又那麼厲害 幫我切一下 沒問題… 對不對 都拉下來 拉下來就好 就剝起來了 這個煎煎的就是我們很喜歡吃那個… 燒烤那個軟骨 對…這個我們等一下就用在湯品的部分 那這個呢 那這個部分 來… 是不是兩大片 對 對 切 一道菜是用到一片 是 那這是有… 那我們現在要做四道菜喔 沒有… 來 我們這樣移過來 好 這是跟湯在一起的 所以這兩個是在一起 對… 好 那想要先做哪一個呢 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先來做這個 先做皮 大家很好奇的 皮到底要怎麼做呢 今天 吳師傅跟一塊雞腥 我們做雞腥肉 刮皮雞腥肉 刮骨雞腥肉 這三部分來做涼菜一湯 修仙啊 他就要用刮皮雞腥肉 來做一道涼拌 你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香辣雙脆 香辣雙脆 所以就是爸爸愛吃的嘛 對不對 對 其實這一片來講 我們這個分量起來就會很多了 因為你注意看 我現在把它直接切片 還切… 還剖開喔 對 把它剖開 它是不是兩片的一個量 對 你如果純粹比較厚的有沒有 你再把它剖一下 要剖這麼薄喔 然後你就把它堆疊起來 你看這裡是不是 就變成逆紋了 對 你就是逆紋切 把它拍好 切絲嗎 對…拍一拍 直接就把它切絲 因為雞胸肉比較容易老 你切絲又逆紋的話 咬一下就斷就不會覺得它老 這個絲比較粗一點 好…來 先把它放下去 你可以用芥末米酒 增加水分 水分 皮呢?皮要怎麼處理 皮的部分…這個皮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小看一看雞皮 等一下這個皮 我會拿來煉這個油 這是甚麼 這是蓮藕粉 加一點米酒 加一點蓮藕粉 對 所以很簡單的 用水去做汆燙 肉絲你看 它這個鍋毛泡泡 對,毛泡泡 拿起來 你的肉絲的部分 放下去 雞胸肉因為已經裹了粉之後 它裡面的水分不會流失 對… 沒錯 但是米酒也放在裡面 所以還有水 對 有水 好,等一下… 這個水開始冒泡泡 表示它的溫度就拉高 拉高差不多在100度 這個肉的部分就開始裹了 對,就裹起來了 開始浮了,對嗎 對 它本費的時候… 越浮越快 越浮越快 表示肉絲的熟成度就越來越好 好,那怎麼樣照全熟 全熟大部分你看 它已經在… 全部都浮起來 對,已經浮起來了 開始在蓮藕,水開始跑下去 這樣就差不多熟了 好,再把它撈起來 對,很快一點,很快 這肉就非常非常熱 這肉應該很甜 對 好,再來 到目前為止都沒甚麼油 沒甚麼油 來,油就在這裡了 雞皮 就是這個雞皮 好 這差不多要兩分鐘的時間 好,那我們稍微爆一下,好不好 好 好,兩分鐘之後 我們來看看雞皮會縮到多少 好不好,稍等一下 哇,真的 你看 有沒有 這麼多油 超快半碗的油 所以你看媽媽 我們平常真的把它丟掉是應該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換一個更聰明的方法 不要丟,把它留下來 對 差不多半碗的油 我再留一半下來 好 另外一半拿來 等一下你後面要炒菜都可以用 好 好,來 還可以做雞油飯 雞油飯飯 來 花椒 花椒,直接下去 這個雞皮就直接在裡面了 就直接在裡面了 它就是一個料了 好香喔 花椒香氣馬上就出來了 對 順便蒜頭 蒜頭 也放進來 有花椒又有蒜頭 辣椒… 所以這次不是用那個 不是用那個公保 不是… 對,是用新鮮的辣椒 是用新鮮的辣椒 這樣比較辣 對 然後它的香味也比較甜 好香喔 調味料很簡單 你看我這邊有糖 糖 就是用我們每次的爐台上 會有的調味料 對 一瓷進來 來 先炒一下這個糖 你就會多了一個糖的一個… 焦糖香 糖進來之後 醬油 醬油 好香香… 泥酒 香… 你看 這個要拌什麼都很好吃 對 因為裡面還有雞皮有沒有 把它關掉 你看這個 油亮… 對… 好,拿入我們的成品盤 成品盤 來,數盒囉 第一層蔬菜… 第二層就是我們的… 雞肉 雞肉 而且這滿簡單的 就是山羊都會過個水 而且又很漂亮 這樣淋上去 接下來 只要用雞皮菜酒漬 軟起來 這樣這個香辣雙脆 就完成囉